看好菲律賓旅送到中北部和台灣的旅遊市場 廉價航空12號恢復克拉克往返台北的航班 業者特別在出境大廳佈置了台灣自由廣場的牌樓 還安排菲律賓民俗舞者表演迎賓 那我們也很高興看到他今天首航 就是完全滿座 同時間我們政府也在今天 我們在這裡正式宣布與菲律賓的免簽證待遇 從今年的7月31號開始再延長一年 所以這些我想一定會吸引更多的菲律賓人 到我們台灣來觀光旅遊 克拉克原本是美軍駐菲律賓的空軍基地 1995年改為經濟特區 2007年更升格為自由港區 現在已經碎變成國際旅遊和商務重鎮 2012年航空業者曾經開闢克拉克飛台北航線 後來將營運中心移到馬尼拉而停飛 時隔4年多再看好未來旅遊市場的前景下富航 我們在這裡在菲律賓業界中看到一個爆發的 所以年輕人一直想要去一個新的城市 但除此台灣政府非常勇氣地 我們想要去延長和開始飛行免費的項目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新的興趣 的旅遊會去台北 克拉克與台灣臨時差 飛行時間只有兩個小時 富航後讓以往只能從馬尼拉出入境的 台商和旅客增加更多便利性 也希望藉此帶動菲律賓和台灣 更多的往來和繁榮 5年 雖然會 Rosie 雖然會走 例えば 那ric秋 lev